2018足球狂业 主持 陈子彬 2018俄罗斯世界杯 第一轮的赛事 今天我们会回顾ABCD四组的 首的霸场赛事 首先说第一场球的揭幕战 就是主办过俄罗斯对沙特埃拉 俄罗斯5比0 轻而易举狂风素叶洛地击败了沙特埃拉伯 主办过当然是威是小 说回俄罗斯这阵球 自从1990年最后一届以苏联名义参赛 1994年第一次以俄罗斯名义参赛后 他们国际赛的成绩不是太过良麗 我记得1994年世界杯也是第一轮出局 但是最特别的那一届我记得有一个叫做苏兰高的人 一场赛事一个人射入5球 之后也没什么建设 直到10年前希腿克执教的俄罗斯 才打入这个四球 就是在这个甘州国家杯 这场球来说 老实说俄罗斯的11个人 真的没有一个我认识的 大家也不会看俄罗斯的超联 我只记得第三球还是第四球球 是入得非常漂亮的一个世界球 但是说回相反的 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表现实在真的差得很厉害 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后防好像 难听你讲一句都不知道是否收了钱 好像是放了水 被俄罗斯射龟射 沙特阿拉伯过往也是余滥 不过只记得其中一届 1994年那一届 他们是打入16强 我记得那一届是入了好球的金球 但是之后都是被人数的 这场球其实也没什么补充 5比0 我试试看 之后对着乌拉圭或埃及的会 会打得如何 第一场是乌拉圭对着埃及 埃及有沙拉 但是沙拉始终是因为欧联 现在还未可以完全康复 只在后备席上 看见摄影机不停拍着它 隔几分钟就拍着它 隔几分钟就拍着它 这场球其实大家都困了 埃及的龙门 这场球是撤出水准的 乌拉圭的苏瓦雷斯 浪费了很多机会 尤其是埃及的门前 真的可以竟然 差不多半空门被他射歪了 反而卡文尼的表现比对板 看着埃及也可能 守到0比0 守到最后的时候 被奥拉圭的首位 基门尼斯 效力马德里体育会 高丁 队长高丁的拍档 高丁都常常撞攻入球 基门尼斯可能有样学样 射成1比0 真是惨的 看见后备直的沙拉也很亡言 有点伤感 我如果有份就不会输了 这场球 看看下场球的沙拉能不能复出 下场球应该是对着沙利阿拉伯 如果沙拉能复出 可能分分钟也有机会 有入球 B组 B组打了两场赛事 分别第一场就是 摩洛哥对伊朗 至于世界杯加到32队之后 其实有很多这类的 我又不想说海军斗水冰 但真的没有什么苗头的赛事 我想除了他们两个国家的国民之外 或者非洲或者中东的朋友之外 大家都不太关心于赛事 事实上也挺满战的 但最奇的是伊朗最后 凭着对方的乌鲁 摩洛哥后卫的一个送礼 令伊朗20年来第一次 击败了对手 20年来首次的世界杯胜利 另一场球一定要花点时间说 就是西班牙对葡萄牙 可以说到现在几场球里 是极之好看的一场球 无可否认 因为起码有一半或超过一半的球员 是踢西甲的 看回西班牙一场赛事 西班牙众所周知 他们早几天前的领队 卫比迪古被时招炒油 由希亚鲁 没有什么经验 领军的希亚鲁接手 看回西班牙这场球阵容 其实只是用回 卫比迪古以往 外围赛用开的阵势 就是4-2-3-1 龙门是迪基亚 四个后卫 今场的卡维迹 没有出场 由他球会的拿祖 代替他右后卫 两个双中坚 分别是迪基和拉莫斯拉队长 左后卫就是 贫贫中意助攻的佐迪艾巴 而两个后腰就是 保斯基斯和 后力马体会的高基 四名攻击球员 其中有中锋的高斯达 另外三个中坚 就是后边的伊斯高 左边的印尼斯达 右边的就是 和斯华 这场好看之处 就是在于 一开球三分钟 拿祖立刻勾跌了 斯浪就立刻输了12码 而斯浪也是顺势地跌的 你说能否插水 也不可以插水 但是这球是 判得对的球证 很快三分钟输12码 其实论实力的 平均质素 西班牙质素 比葡萄牙高 葡萄牙只有斯浪 有一个一人一人 单天保自尊的局面 这个最强的队伍落后 有个好处就是 大家球迷就会看到 他们绝对不会放手 为了要平反败局 要拼命 很快 但是 这个哥斯达是一个攀平 当时 其实是有点撞跌了 葡萄牙的比比 但是 哥斯达这个球 其实扭三下 才能射 可以看到 其实葡萄牙的后防 真的挺有豆腐渣的 哥斯达也是 可以说得上是回勇 但是上半场 葡萄牙的斯浪 竟然一个施舍 迪基亚是弹琵琶 迪基亚近来 在曼联的表现 挺稳健的 我只是在记忆中 迪基亚是 头头加盟曼联的时候 是比较伦俊俊的 据统计 好像已经是近六七年来 迪基亚都没有试过 弹琵琶 右手 在下半场 他也是接应 保斯基斯的另一个全球 射成2比2 2比2这场球非常好看 到最后 后上的拿祖 将功负罪 一个施射 射死位 弹柱入 这球非常漂亮 拿祖打算3比2 其实西班牙应该有力 贏这场球 但是奈何 大家都看到 希雅努真的是 领军的经验钱 球员的时代 非常出色 但是领军 做领队 在调兵形象方面 真的不够火候 因为看到 哥斯达赢了 入了两球 西班牙领先 要不需要这么快换丑他 换了艾斯比斯 艾斯比斯很多时候 在外围赛都有上阵 只是因为 補救哥斯达的状态不足 所以有时才有上阵的机会 但是昨天哥斯达 赢了两球 赢了一条龙 就没理由突然间截他 到最后 不知道是否小白 不知是否体力太差 又换了他走 但是我觉得 换入来的是 泰亚高 其实是 不知道是否打到 因为应该打到三个防中 其实都好像想拼手3比2 似乎太早放弃了 西班牙 结果就是 你没法指示 斯朗这些有技术的 一个罚球 3比3追和 西班牙输2分 本来如果这场球赢了 首名出线 对着A组另外的那几队球 到时16强是好踢很多 但是现在 能否 首名出线 就要看下余下的两场 对着摩洛哥和伊朗 和另外那边葡萄牙 会不会失分 另外要补充的是 刚才斯朗那道 昨天进入了三球球 也是 看了一个记录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历史上 第四位球员在四届世界杯 都有入球 分别是2006年 2010年 和2014年 和刚刚昨晚的 今届世界杯 总共四届都有入球 以往有入球 四届世界杯都有入球 包括球王比利 西德的施里 和德国上届世界 和德国上届神射手高路斯 三个分别是在四届世界杯都有入球 施里 说起这场的赛事就是澳洲对法国 法国是两年次欧洲国家杯的亚军 法国这场球赢2比1 老实说 但法国真的没有霸气 也看不出有什么冠军相 就是说笑地说 如果没有科技的话 这场球法国是贏不了的 因为第一球球 判罚12码 就引用所谓VAR 即是Video Assistant Referee 中文叫陆像的辅助的球证 头头不知道是否要12码 经过几分钟商量之后 判罚12码 被基沙文首先打了纪录 但那边的箱 澳洲很快去攀平 这个乌军滴滴滴 法国的守卫乌军滴滴 竟然犯了一个很低层次的手球错误 令澳洲追反成1比1 但之后这个 今天打了比较沉的保罗普巴 竟然有一个入球 射得挺漂亮的 但这球球以往两岗 都好像八年前的 没有判入球 可能以往旧的 没有科技的话 这球球可能真的分分钟没有判入 但是这场球的球整得很厉害 他都不用看高级技术 他一看到球球射进去 就立刻判入了 2比1 法国先取得3分 另一场赛事在D组就是阿根廷 上届的亚军 是对着的 今次第一次打入世界决赛州的冰岛 阿根廷有美斯 但似乎美斯也是疲态不现 和昨天葡萄牙的斯朗拿岛 可以说得相影成绝 虽然阿根廷曾经一度领前 当时阿古路在上半场首先打了纪录 阿古路上届世界盃 都是因为状态欠佳 甚至连决赛都不可以 正选上阵 始终在世界盃都无法指 重复他在万城球会高水准的表现 但很景不上 冰岛四分钟已经很快就攀平了 冰岛所打入的球球 可以充分显示到阿根廷那种 豆腐渣的后防 其实阿根廷的 我可以说 有两种东西跟上届世界盃 是没什么改变的 第一就是依然过分依赖美斯 而另一样就是 他的后防实在实在是太不堪 尤其是早前 这个友谊赛对西班牙 输6比1也是可见一班 美斯在下半场也有个机会 就是一个12码给他 但是竟然是现客 没理由在这些赛事 这些分组赛都可以 失去一个这么绝佳的机会 所以现在看上去 其实阿根廷真的好像 不是那么有冠军上 看看余下那两场又如何 因为余下两场都是硬仗 始终八组的分组赛 我说这一组都算得上 D组是死亡之组 因为他还有克罗地亚 和尼尼利亚 昨晚也有C组和D组 剩下的另外两场赛事 C组分别是 就是这个贝勒面对丹麦 贝勒也是决定了世界杯36年 这场球也是 其实贝勒的空球时间 是比较多的 而且统计的贝勒 一拱射手17脚 中龙门的也有6脚 但是一球也没有进龙门 反而丹麦也是打了这种快速反击 尽手而又快击 这对丹麦有点像1992年那一队 就是突然间 在放假 没想着来踢 谁知道因为接南斯拉夫的禁令 而去参加1992年的世界杯 我记得那时候 书米糕 就是这个书米糕的老爸 比德书米糕 第一场球对英国还是有个大肚腩 在那里踢着 但很轻松的心情 最后就是 赢了那一届 这场球的丹麦也是打这种打法 其实最可惜的是 贝勒一直控制球 甚至上半场是有一个12码 也是靠这个VAR 这次也是靠这个 视像的球证 来回看 其实有时候 这些VAR 也有个辩论 究竟会不会影响到球赛的节奏 但是另一方面的一个说法 好像曼联和阿华队的名宿 菲林里维尔 他都很反对用这个视频 在电视的频道里面 甚至他都觉得 他都好像发现那场球 他都不觉得 那球应该要判12码 就算看完视频 都不觉得是判12码 所以他觉得 反而只是觉得 强烦了一个节奏 那可能这些就是要磨合 看看会不会 因为真的 足球赛事 这么多人看 大家又赌球 又赌钱 其实一个球阵 很浪漫的错误 就真的影响挺大的 但是看回这场球 10号的比佬的发分 一射 炒高 就是所谓的 难听说的就是打飞机 比佬都是一路坑着弓 但是丹麦就是打两个人 就是这场球 一个就是艾力臣 打二次艾力臣 入球球就是靠他一个反击 就是带球带入对方的后半场 然后就是交给这个宝神 一脚射入 而另外就是 这个小苏米糕 就是很出名的 龙门比德苏米糕的儿子 苏米糕 今场波也有六个破架 就挡了这个秘劳的入球 真的可以觉得是苦尽今来的 这位小苏米糕 因为其实当日 如果我想起这位苏米糕 就是他 就是 刚才也说了多次 就是比德苏米糕的名将 丹麦降门的儿子 当日老苏米糕 就去这个 曼城那边带球 在青年军那边上 结果都有正选 当时我记得是艾力臣 就是瑞典的领队 前英格兰领队 艾力臣 執教曼城 他有正选 投了两三条球 都是非常惹人 就是受注目 表现不错 但是不知道 甚至于回落 连正选位置不保 于是借来借去 借去其他地方 最后 我记得是折舵到 要他搞到 要他踢洛士郡 这个英国的丙组 即是第四组别 结果 最后 又转回地斯特成 在英格那边 再帮首星班 结果几年前 还帮了 李斯特成的奇迹地 拿走英超 这场球 我也想负准金来 看看丹麦会如何 因为丹麦我真的 很喜欢这种踢法 我看他会对法国 会如何 尤其法国真的 隔食隔 会不会搞得好 法国 另外一场球 要说就是 黑罗地亚 对这个 尼日尼亚 两个都有个 阿字 尼日尼亚 当年 90年代 非洲红鹰 现在红鹰 红鹰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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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这个后防 中后场 可以说得上 是大把 空位 可以代客拍车 真的 不骗人 上半场 也输了 乌龙波 就是8号的伊迪堡 最好笑 就是 史督成 刚刚才 用7-8万英镑 卖他回来 原来 有点功夫 给大家看一下 这球球 其实就是 摩迪力 开一个 角球 他就自己 送了球 进去 伊迪堡 下半场 又是 有一个 十二码 今次球连 连VAR 都不用看了 很肯定 这样子 当时 就是 5号 威廉 艾干 又是 在 一个 应该 在 左手边 黑罗地亚开了角球 时 直接 红抱 黑罗地亚的前锋 文迪蘇姬 文迪蘇姬 sorry 结果 一定是十二码 莫迪志 当然 没有美斯 那么失威 搞定 二比零 其实今天这场球 黑罗地亚 当然是高班 尤其是 两个中场 刚才提到的 摩迪力 和18号的 列比什尔 两个都很抢镜 尤其是 他的传送 至少 准确度 据统计 超过八成半 都是很准的 但是奈何 几个前锋 包括刚才所说的 文迪蘇姬 或者 比列石 卡维瑪丽 几个都是门前塞机 所以说 两个中场看得好 但是如果几个前锋 都这样塞机的话 真的挺浪费的 看看黑罗地亚 以后下两场球会打得如何 还有阿根廷 还有冰岛 都是不容易的 不过 拿了三分 似乎会定了一些 好了 或者现在看回 头四组的形势 虽然打了一场 俄罗斯 以三分 入五球 远远抛离 德塞球 德塞球 抛离乎拉圭 大家都同分 埃及 没有分 沙地阿拉伯 也是-5 0 埃及 看看有沙拉出来 会不会有机 B组方面 头两个 伊朗 葡萄牙 西班牙 摩洛哥 暂时零分 C组 法国今天赢了 拿了三分 丹麦和 比鲁 丹麦 也赢了 也赢了三分 排第二 比鲁 暂时第三 澳洲 D组 阿根廷 和冰岛 打和 只是排第二 第三 克罗地亚 拿了三分 暂时排在前面 看看下一场 4-5天后 会再有赛事 看看到时形势 会不会再有所转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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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